如果你想吃汉堡的话,教你在家做,咬一口汁水直冒的那一种 准备三个大鸡腿,清洗干净 把鸡腿放在手上摸一摸 肉厚的那一面朝下 手指能够摸到骨头的这一面朝上 把剪刀伸进去,贴着骨头剪一刀 然后顺势把肉给包下来 包不动或者有机膜的地方,再用剪刀给它去一下 这样一个鸡肉骨头很轻松就能够去掉了 鸡骨头可以留下来煲汤 你看,这就是一块完整的鸡腿肉 全部去好骨子后,再往里面加入生姜片,大蒜片 加入一点食盐,加入花椒粉 再来一点辣椒粉,加入胡椒粉 加入两勺的生抽 最后加入牛奶 牛奶的话要慢过鸡腿 搅一搅 然后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腌制一碗 第二天早上,用一勺面粉,一勺淀粉 然后再加上少量的小苏打,搅拌一下 把鸡腿肉给取出来 放进刚才调好的杂肉粉里面 均匀地裹满杂肉粉 然后抖一下,提起来 放在剩下来的尿汁里面 再滚一圈 然后提起来,再放在炸肉粉里面 滚一圈 抖一下拍掉多余的面粉 油温5-6成热下锅 中小火炸汁 大概5分钟左右 炸成这种黄色 然后将油温升高再复炸30秒左右 成这种焦黄色出锅 准备汉堡面包 先放上一层生菜 挤上沙拉酱 然后放上我们的大鸡腿 再放一片生菜 盖上面包 一个非常简单的鸡腿饱就做好了 轻松就能够当做早餐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 这个大鸡排吃起来真的是超级的过瘾 咬一口里面的汁水风银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接受更多美食 我是阿宇 拜拜